昆山 你怎么都没有说 你到底掉去哪里啊 我上厕所 他干嘛 脸也太臭了吧 该不可以他也被调到高层去了 你好 尊重宝宣 豪哥 我 我是昆山 昆山 来 对 也不就是高雄 我们危害都在 别担心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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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 我没有要调职 我要辞职 你为什么突然要辞职啊 我知道 你现在要去考大学对不对 现在公司前景这么好 别考了啦 好好做一定出人同地的 你们这些人真的一个比一个天真 当初公司草创初期 缺人 我们当然看起来虔诚似锦 将来呢 我们这些学历一般的 要拿什么跟人家领大学文凭的人比啊 总经理是刘日回来的 你们是真心相信他 瞧得起我们这种只有高中文凭的人 到时候只要随便请一些刘日的 刘美的专家回来 我们算什么啊 就是个屁 昆山你怎么这样讲啊 公司制度就摆在那边 重要的是考机不是学历 笑死人 胡经理 你个大学毕业的 少在那边讲这些风凉话 来 我问你 保全跟业务是一样的吧 保全的取代性这么高 更何况现在又不是只有情信一家保全公司 所有的保全公司全部都冒出来了 我们这一批有经验的 如果不抢先跳槽到别的公司去捞一笔 来 胡经理 我问你 我真的还有机会吗 不是 昆山 你现在的情信不也是卡在最前面吗 我就不懂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 那既然你要离职 你要跳槽 那你就赶快离开 不要在那边拿学历说准 你算什么男子汉 你讲什么东西啊 说话不是男子汉 你讲什么意思 你讲啊 我要出错 什么意思 对 意思就是你要走就走 没有必要批评公司啦 昆山 你别忘了 你现在有的技术跟经验 都是公司给你的 我还想说谁火气这么大 原来是全台北最顶尖的 齐姓保全 能够巧遇我的荣幸 荣幸 既然巧遇我 来 让我发个名片给个面子 大家以前同学公司 接下来同业竞争 手下留情呢 来 这是我们中文保全的名片 小弟 我小小股东 兼人总经理 来 大家怎么做个表情 哦 我知道 是不是我们中文保全成立得太快 有办法 我们办事情就是有效率 你看 药军啊 现在是我们业务部的经理 还有那个 昆山 昆山是我们保全部的经理 昆山 你干嘛 过来 是个叛徒 不要这么激动 人往高处爬天经地义的 昆山来我们这边立刻就当经理了 倒是你们还在烦恼 那什么北中南轮调的事情 可怜啊 我听说很多人调到中南部去 包括你也是嘛 我就在想 这么多人调到中南部 那北部的客户没有人夫 是不是很快就会调草啊 你敢抢我们前线的客户 试试看 在想 我没有想任何人的客户 我的客户跟我走是正常 本来就我签约的 当然继续有我服务啊 你 喂 别打 别打 出党候 别打 总经理 怎么搞的 喝酒喝到警察要起来了 不关我们的事啊 是那个龚 像我戴人那样 诶 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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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是谁呢 原来是专家王的龚总 别这么说 脱您的福啊 离开秦兴之后 混到一个小小的总经理座 那得恭喜你 我还在纳闷说 这个尊荣背后的金主是谁 会不会是我们离开的股东呢 怎么可能您多想了 我 尊荣就我跟几个朋友合伙而已 跟秦兴一点关系都没有 那好 我还想提醒你 如果是我们离开的王董的话 那要小心 他不会帮你当朋友 他顶多帮你当一颗棋子 就千万要记得 江总 您的关系我收到了 谢谢你 我韦珍提醒你一下 要有心理准备 我想报社的记者 一定对今天晚上的新闻 很感兴趣 亲信保全员工 下班喝酒酿 或暴打离职员工 这个标题 不知道明天新闻出来以后 风向会被带哪里去了 如果当年 你是在认识我之前 先认识名利 你会喜欢这样的女人吗 这是陷阱题 你要我怎么回答 你不敢回答 是心虚 不是啊 应该怎么说 他适合当朋友 或是同事 但不适合当老婆 怕什么啊 最远就高雄 又不是当兵会抓到金马奖 又不是当兵会抓到金马奖 又有什么好担心的 他 我高雄 我高雄 你很过分耶 你干嘛把快快掉去高雄啊 你这也要怪我 这是我能决定的哦 你这也要怪我 这是我能决定的哦 你这也要怪我 我也是 是哦 太好 那这样我们有办 谁跟你有办啊 不好意思哦 我有女朋友 哦 等一下 维翰你咧 我跟张硕一样 高雄啊 对啊 姐啊 要不要先打电话给你老婆 我老婆还好 我比较想念我女儿 调配边疆才是立功的好机会 没有开发市场才是最大的市场 你们就等着我跟维翰一请还乡 调回来台北的时候 就已经是一人之相 万人之上的重要主管了 对吧 没有道理哦 我们做好 加油 加油 我们做好 我们做好 你好 请问您是 你好 我叫丁静龙 我是原本来应征翻译的 然后公司这边有通知我 我已经落选了 那你怎么还不好来啦 我其实是想来询问一下 还有没有其他的工作机会 我什么都可以做哦 我 我的意思是说 我很肯学吃苦耐荣 只要贵公司有需要我的地方 再辛苦我都不怕 因为尽情性 一起来都是我的愿望 贵公司是国内科技保全的先驱 上次营楼抢案 直接理赔了四百万 一家公司可以对客户这么负责 我相信他一定很照顾员工 对员工也不差 所以希望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 那 如果从业务开始呢 没问题 叫我扫厕所都可以 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志气 你家里栽培你不是让你去找厕所 但我们就是喜欢积极的人 你敢再来我就敢再给你一次机会 但我们现在当业务 也是要接受保全训练的 你还可以吗 没问题 谢谢 谢谢长官 广赵的尊荣保全 恶意抢标 我们又有两家银行的运创业务 被他们抢走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什么预感你说 我觉得 正只是一开始而已啦 要战就来战 谁发谁